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1月18日 台股开盘13628点 中场收在13773点 涨180点 美股四大指数集体翻黑 但是不影响台股今天的当冲顺势 中场收涨了1.32% 后续判施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记陆保持人 投资界是全台湾LINE、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荣耀各位投资长好 投资长我们一直在节目上已经三天都有讲到这个台指期结束 对 就在今天 没有错 已经三天都是符合你的逻辑推演 这个当冲顺势真的准准准很厉害耶 一天礼拜一一路走高 对 礼拜二一路走低 对 礼拜三今天一路走高 没错 今天当冲顺势一路向上 哇塞 就跟起来来犯了 我说我一直名言的是我一切的一切我预告在前面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相信 可是我们庞大的粉丝 毕竟我们LINE粉丝 其实Telegram粉丝是全团最多的 好我都欢迎去比较 很多人去验证我们的实力 虽然假如有点臭屁 可是他们还是会看我节目 因为知道是有料的 对 没错 而且因为我们昨天其实标题都有告诉大家 这个台股啊会上13000期 就是一直以来投资长告诉大家目标价 对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走 其实昨天就已经开始在跟大家谈 今天 对 就已经在铺陈了 是 对 那今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是 台股大盘在昨天创高的时候 台指期反而没有怎么动 但是今天结算是 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指期创高 到13788点耶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再想起来 这时候有跟大家讲过啦 11月没有人在做空的对吗 你不讲还好 台指期现在13788嘛 现在几乎没有立价差对不对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几乎没有立价差嘛对不对 几乎没有 对 我看一下台指期的一个期货 你有记得是期货吗 13756 现在收盘是13756是不是 对 那太好了 谢谢你很认真 13756现在13773嘛 差17点 对啊 你记不记得上个月前的时候 9月10月的时候差多少 100多点 差100多点 那差100多点的时候为什么 我说我达达的美提 达达的马蹄啦 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我只是一个外资 错误的外资 我只是一个错误的外资 那个新交所 新加坡交易所的期货空单转来台湾 你们吓到了 然后我说这个东西你有什么好怕的 是不是 我说是达达的美提 结果结算前两天见低点 马上喷出去 对 没有 我一切的一切 预告在前面 而且我那时候除了这以外 我们顺便来看 有很多东西我们慢慢来看一些东西 讲完的马差不多马对不对 差不多 没关系 欢迎你随时来插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是毕卡索 你们随时可以来插话 好不好 这个不好笑是不是 不太好笑 没关系这不是重点 来 没关系 我没有秀这张图表 有 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 对 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东森财新链的投资朋友 订阅我频道 我不知道我可以跟你们相处多久 可是如果你们够喜欢我 你们认同我 你们去网路上查我 一定有很多人称赞我 一定有骂我 我是全团Live粉丝 与Terry粉丝最多的分析师 不会有人像我讲 一样的话 因为这个就是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证据 直接比数字就知道 我第一次成立的时候 7万多人 我第一次成立的时候 第二次再愿意加代表 他还是喜欢我嘛 是 所以我跟大家讲 所以我绝对是 实际人数最多 欢迎比较 欢迎比较 Terry哥也是我全盘当中 第一个的 我带动整个同时封场 没错 为什么我带动同时封场 因为我还算有料 人家说同时封场你帅不帅 有些人说我帅 有些人说我帅 我的口头场就是 有赚钱就帅 所以最近很多人叫我帅哥 好不好 大家都有赚钱 可能我最近肚子饿了 常常去早餐店 早餐店老板娘都喜欢叫人家帅哥 言不免俗会叫我帅哥 没有啦开玩笑 这个我说单中封事房 我说这我独家发现 这一路走高 要不一路走低 这有什么 我的定义是一路走高 就开盘见相对低点 更宽松的定义是 开盘见相对低点 或开盘见相对的高点 这个是我独家发明 但是独家发明 通常这有什么用 你做期货就赚不完的钱 因为你这边拉回过程中 你这边就会进产了 因为你知道要做多嘛 所以这边你不是要下去嘛 这为什么不行 那这边你一开始 你不知道多外空 有可能它一路走高啊 那很简单 当它9点半的时候 已经是这个现行的时候 对不对 你在这边就可以空啊 在这边空就可以赚这一段啊 这怎么不好做 单充也可以 股票单充也可以 期货单充 可是股票单充 股票单充 我不建议 可是我可以建议偶尔单充 这不一样喔 如果是你每天你致力于 我就是要股票单充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有钱没触发 好不好 我跟你讲 那很悲哀 因为你为什么一件事情 因为代表一件事情 你连基本的一个数学逻辑都不太好 你去算一下那个成本 花费你多成本 你的数学概念不好 我要直接跟你讲这个话 所以你在股市中 其实你基本上你就数人家 我的盘梗 我之前我数学算不错啦 可是你掐指一算 你就知道这个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啦 什么过量胆就可以了 其实网络上 现在很多数人在拍一些影片 可是数人拍影片没关系 可是你要记得 你要找合格的分析师 如果他要给你收费的话 给你订阅制或给你报名牌 然后没有再投顾分析师 上班的分析师 就算分析师可都不行喔 你要再投顾分析 要投顾喔 而且证据投顾分析师喔 才算真正合法 不然就是违反证据七拖级顾问碼第四条 你记得 因为现在非常多网络诈骗 还有人叫你做赶鼓的 对 哇我不是说明师 好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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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很厉害 我要上这个课程 对 很多都违法的 如果不违法 我跟讲他们不违法 喔 我跟讲很多人都检举的 你去写的一件事 如果不违法 他们现在都很怕 所以就跟你讲说 哎呀我跟你讲 我没有去预测未来 对 那基本上他们就知道自己违法啦 这个不是 此地无影三百两吗 对 喔 就是说如果我预测未来 我就违法 那你找一个不会预测未来的人 来当你的讲师分析师 要干嘛 是 不是每个人说老师 就是任老师老师好不好 好 不是年纪比你大老师 好我扯远了 我有没有料你们看清楚 这个 我说 我礼拜一才跟你讲呢 对 才跟你讲 可是只要是我的粉丝就知道 我讲了快十年了 嗯 我在中市的时候 那中市那时候 频道也是我整个带动 那时候财经文 那时候没有人 那两点那时候没有人在看 我现在已经离开了 我带着盘大的粉丝离开 我跟那 那时候一路走高一路走低 那我们来看一下喔 你们看一下这很恐怖的 这就是预测能力 礼拜一我看到 是不是一路走高 对 一路走高嘛 对 肉依一路走高没错吧 一路走高啊 开盘见低点啊 好 昨天呢 一路走低啊 那这时候就不要追了嘛 要追尾盘追嘛 对 你不要在那边买股票 你要就尾盘的时候嘛 因为尾盘很多股票杀下来嘛 那今天一路走高呢 可是我跟你讲 当中顺势盘 你要抄起来 仅限于前两天 结算前两天 对 当天 一点之前 有时候会顺势盘 没错 可一点以后有时候会压低结算 压低结算 所以你正好就收 有个第三天 就是结算那天 对 你把他比去RNG 好 那这个胜率大概从六成到七成 不会说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 不会跟你讲说斩钉截铁说 哇就是十一月要做多 这么讲斩钉截铁 只是这一次三次连中三元我太厉害了 大三元我一定要讲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就是排问港 我很多事情 我可以归纳出一个原因 就这样 很多人不敢相信说 我这几天要这波重播 我就不要再波重播 有看昨天的节目 我昨天讲很多次了 我第一个播放六月十五号 我跟你讲疫苗不止一种 所以现在很多股市展起来 很多人都说归咎于疫苗 是 诶奇怪你讲的是原因 可是我看的是答案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要分析在五六月 就知道十一月有疫苗了 你们现在才知道 因为疫苗那台股散一万四 散一万三 那是不是应该五六月 你就该一路做得多 那时候多少人说要打第二只脚 对 三万点的时候 多少人说要打第二只脚 没错 诶多少人 那时候大概一万初的时候 就已经 一万初的时候 一万二 你不要看这喔 一万一的时候 对 你不要看这边喔 多好笑 嗯 这边 多少人在这边说要打第二只脚 结果没有打第二只脚 直接拉起来 诶同志们 你知道 说要打第二只脚的时候 十个里面有九个人说要打第二只脚 在这边 那时候是一万零五百 对 像大阿三千点 只有我说没有 我从头到尾就坚持火山市喷出 我还再一次说 再次火山市喷出 就是前阵子的时候 然後散散个礼拜 散散个礼拜 是 是 因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知道 我觉得不论谁单选 他就会喷出去 有人预测到川普单选 有人预测到拜登单选 是 可是没有人像我这样跟你讲 单选后他就是喷出去 只有一种结果 只有一种结果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现在我也跟大家讲 我都起雞皮疙瘩 我们股市福利社也很厉害 朋友 你像看我节目 看我节目 我节目就是 我无道义以贯之 有非常清楚的逻辑 那你想要看各个分析师的一个方式 又喜欢泽泽的话 你要订阅我们股市福利社 这也是 东森财新奶奶投资没有 或者网络投资没有 你除了要订阅我 郭子宏分析师的频道 郭子宏分析师的频道 你要订阅股市福利社 股市福利社 非常多的来宾 好 我们在那边率先跟大家讲一个观点 我隔天才讲这个观点 我说外资如果回头就不一样 要上一万四外资要回头 你看果然11月买了1348亿 对 很多耶 这个是不是就和我讲两个符合的 第一个 我有没有说过 第一个 他11月买1000多亿耶 前几月都在卖 是不是我说的 没有人在11月做空 很显然外资有看我节目喔 你有这个方向 对 这开玩笑啦 这个应该说有志一同啦 对 英雄所见略童嘛 外资你看他买了1348亿 他就推升台股最大的动力嘛 所以我股市福利社 我们很早就下这个结论 然后隔天我再可以下这个结论 所以你一定要去所看我的相关节目 其实两个加起来 差不多一小时左右而已 不多啦 对 你还可以快转耶 甚至你看很多 很多很长的节目 是不是我跟大家讲 所以股市福利社都跟你讲 所以你看喔 1348亿喔 你看喔 你看这个我都怀疑喔 这个你看喔 是不是有看我们节目 本月狂敲台股 本月是谁 是几月 算11月 11月啊 是不是我说了11月没有人在做空 你有我就跟你开玩笑啊 来两件事 好 第一个 官司我可以知道疫苗在11月10号之前 就有一个好数据的 我其实我可以不当分析师 都已经把刑事例安排好了 对 官司我知道一天一天 就是 当中的资本要不然一路走高 要不然一路走低 对 你觉得我有这样的天分 我适不适合在股市 嗯 第三个我跟你讲说 外资尤其多头归队 以前讲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对 这十年来 最低点是3955点 刚好从1 就是11月21号 这二十年来 只有三年 是下跌的 可隔年还是涨 是 就是说你1月21号 11月20号 从11月20号 从11、1、21多头归队开始算起 到1月底 你是几乎 你放两年是几乎是百分之来赚钱的 会赚钱的 基本上是啦 好不好 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 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赚钱的 八成赚钱 而且那个赚的幅度 有时候 两个月有转10% 有超过10% 10% 那时候我不是说10% 1000多点 你看现在涨多少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么分析之好不好 很多东西讲在前面的啦 那你不觉得很夸张恐怖吗 这个表格 你看外资真的回头了 有没有 对啊 你看外资真的回头了 嗯 外资真的回头了 所以你去想想看 你要怎么分析之 我们不去市后话 不去马后泡 那外资回头我就讲过了 因为外资有些会回头 有些不会回头了 什么意思 MSCI 它会调整权重 因为 因为对岸的关系 因为大陆的关系 怎么样 这些资金不会回来了 因为比重以后 只会越来越重 他们会流出越来越多 对 他们会流出越来越多 他们每一季都在流出 因为他们现在权重越来越大了 所以这些1000亿不会再回来 你不要想说下一次又回来 以后少减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福气的 是 你懂吗 少流出这种福气的 因为大陆的 A股的一些权重 只会越来越重 那权重越来越多 他资金只有一套嘛 除非他总额资金增加嘛 对 假设资金只有一套的情况之下 都往大陆流 那台湾股市资金就被抽走 再更少一块 所以969亿不会回来 可是他总共出去7000亿 7000亿里面 快1000亿不会回来 MSCI的被动调整的 可是他有6000亿 我说那时候6000亿回来 多恐怖 你看这几天一直回来 一直回来 所以4733亿 所以我昨天在福利社 我讲得很清楚 我这可能看法是 这个4000多亿 大概差不多买完的时候 可能就台股高点到了 你可能要稍微听看听 你可能要稍微听看听 但放心 因为投资长都会帮大家追踪 可是我跟大家讲 可是我觉得 可惜也很悲哀的是 大家只听我一半的话 投资长到了13700点 到14000你说要减码 那怎么办 就连昨天记者 我知道记者有在看我的节目 可是你整个错过我说法 我的看法是 第一个 技术线型来说的话 我不会撒到在这边的时候做空 你们不要一复回去我要做空 没有人会在这种地方做空的 这种走势 对 哈欺就像日本股市一样 画面给我看我们日本股市图 哈欺就像日本股市图一样 哈欺你讲 日本股市是从11月开始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就是 我也认 为什么我11月也讲这么大事 因为11月你看到 他每天涨 他不休息了 他不休息了 可以慢慢做头 所以台湾股市 为什么说14000 他可能在这边 我觉得是会休息 他第二波一定要 费得主席的一个承诺 我要维持零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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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阳村面五块到五十块 很简单原理啊 阳村面没有加面啊 对 他也没有加肉啊 是钱变薄了 你的钱变薄股市就会起来了 是 阳村面五块到五十块 就如同股市从3000点到13000 你懂为什么 有时候光是钱变薄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对 第二个还有什么原因 我说以前零利率的情况 现在零利率的情况下 怎么样 本益比本来就提高 这是基本的采管学 这是最基本的 你们不要感觉 哇我景气不好 很多人失悦 有时候是相对的 痛苦跟快乐是相对的 嗯 痛苦跟快乐是相对的 你们由于搞不清楚这个东西的话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那你们要在股市中成长 其实股市它就是一个人 它就是一个对人生的 整体的了解 对 市场 什么意思 心理学都是 我这样讲好了 嗯 殖利率相反就是本益比 对 本益比相反就是殖利率 这件事 以前为什么说股票两块钱 我会觉得20块是合理 因为本益比10倍 那为什么以前都讲10倍 不讲20倍 因为以前 10%的股票 10%殖利率股票你才要买 因为以前殖利率 你随便放在银行定存 可能都到7% 嗯 所以你7% 你7%放的就好 我干嘛 我干嘛承担那么多段风险 如果只有5%的股票 殖利率我干嘛买 所以我一定要10% 没错 10%殖利率相反是本益比 你回去自己算公司 好不好 一个是EPS分之股票 一个是股票分之EPS 好 所以10%股票 再讲一次 每天花一点时间跟你讲 10倍本益比 可是现在是 0.84%的一个定存 对 那我2%股票 我就愿意买了 因为是我定存三倍啊 嗯 以前是10%股票 你要考虑 现在是2%股票 你就可能买进了 是 这个代表是 10%股票代表是 10倍本益比 2.8%的股票代表是 50倍本益比 对 股票就可以涨50倍啦 就这样子而已啊 股票就可以涨5倍 从10倍本益比 變50倍本益比 股票涨5倍 50是10的5倍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很简单的数学 好 这次不要 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懂 那我跟你讲 你真的在股市中 我劝你两件事情 找对的专家跟踪 对 跟谁 你如果真的就简单了 你听不懂喔 真的 真的 这样第二个就是 你离开股市 我讲的是实在话 我不是要叮你啦 要保护大家 要保护大家 第一次听不懂 没关系 我讲两三次你还听不懂 你要嘛就是找对人 要嘛就退出股市 我是很认真跟你讲 不要自己做 不然我认为你有很大的几率 在股市中是赚不了钱的 我不是那边讽刺 我是很真的 就有很多人就说 有些网友 他会呛我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离开股市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看不出来 我是股市中的赢家 那我跟你讲 那我觉得你离开股市比较好 你可以像我对或错 可是你觉得 我的逻辑全部都是错的 那你本身的逻辑就错了 因为我最强的就是逻辑 不然我不会预测到 这么多的事情 你去讲一件事 我最强的是逻辑思考 很多事情都是 什么TSMC 台积电的ADR 你看你现在ADR都长得 比台积电强 那不是华尔兹 直接在炒台股嘛 对 这个东西就是我独家讲 我节目独家讲 你一定要去把握住 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 除了逻辑以外 我觉得一个分析是诚信很重要 稍稍有诚信的事情 我都一定要澄清一下 好不好 比澄清我还澄清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有说过 我说精彩有在189元卖掉 对 我昨天其实有稍微提到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有稍微提到 我说我卖掉以后 没多久我特抗快一点点 因为特抗会员嘛 等级比较高 那我说这个 等一下 对对很好 谢谢你 不然看到我杂乱无 非常杂乱的桌面 上次精彩挂189元 所以我两个简讯有没有看到 一个特抗是 两个挂189 一个是1点11分 我一定是特抗发完以后 才普抗 不对吧 两个时间都错了 还没关系 他昨天两个时间都错了 因为是12点46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把我搞混了 好 没关系 那我直接用 我直接用 我直接用我实际的一个简讯图 好不好 反正把时间都搞混了 因为一般讲是特抗先发 再发普抗 不然 我的会员会会生气 我特抗会生气喔 对啊 我特抗会生气喔 对啊 我讲一下说 他讲说我家里 我普通会员出调 我说有些人有喔 是 哇 普通会员好气喔 所以你看我节目有个好处喔 我会员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个人本来就不屑讲谎话 那因为会员的关系 我不小心讲错话 他们都会气我 证人很多 所以我也不能讲谎话 对 刚好 我其实不喜欢讲谎话 我真的很不喜欢讲谎话 对 我也不屑讲谎话 所以会员多有个好处 所以你可以预防到一些老头裤的一个表演 我什么特别超级VIP 无敌宇宙 会员 可是会员没有人啊 可是你们有看我节目也知道 我秀了大概100次 有100次有吧 我演讲的图 有 600人 不要再秀了好不好 600人你不相信 你打听我是谁 好不好 你不知道股市材料 600人你会不会 不会一位普通会员都没有 所以我们秀特勾 特勾会员也蛮多的 但是我是跟他讲 我一起秀是跟你讲说 我修所有等级会员都买 特勾员出掉精彩 有没有看到 189元 是11月16号 这个不能改变的好不好 那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特勾跟普勾 都是一下卖掉有没有看到 嗯 卖掉有没有看到 都是非常清楚 获率是12% 获率是16.5% 对 189元卖掉 12.46 另外一个隔了差不多半小时 因为特勾会员一定是要先进先出 是 好不好 或者普通会员你也不要怪我 连同加联益你也不要怪我 同样我们的确有比较高层级会员 如果你资产了200万以上 其实你本来就跟他高层级会员 可是我不强求你 可是投资产其实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加联益我偶普通会员出掉 我一再讲一再讲 然后有人说都这样出掉出掉了 还是有人有啊 你不能这样讲啊 是不是 我还是会员多嘛 会员多有会员多的好处 会员多有会员多的难处 我照样我尽力而为 好不好 就你看出掉了都是让 那也在成本那附近啊 有些人小赔到 小赚小赔就在成本附近 可是呢 有些人续报的他就很强 加联益上升 那你就怎么看 我加联益我觉得 你现在没有了就不要进场 等拉回我觉得还是很漂亮 可是从加联益的股市告诉你 来 这是今天的重点来了 我今天的标题是什么 是 上万事之后个股如何说 善了万事 善了万事以后 对 个股的操作一定要不同 来 之前我是说义务法则 非常经典 每个人后来有网友 PTE网友啊 有股市报道同学会的网友啊 或模仿我的说法 然后想想惡灵法则 不是做惡灵古堡惡梦那个法则 回答25% 25% 回答20% 25% 我那时候回答15% 你看啊精彩 然后我真的说 我那时候精彩 变成30法则回答30%了 我还被人家网友的点 你知道吗 140回答100 看起来 诶 朋友你不要觉得这样回答不多 当初是这样子 被人家骂死了 那你看 是下100对不对 像多少 190 涨快一倍 涨快一倍 我出来189 是 那我出来189 我特别跟你讲 不像管定喔 可是我特别跟你讲喔 我说我没有看坏 因为你众所皆知 我经济日报 我标压的就是台积电概念股 平概股嘛 我自己被压的 我怎么可能只看一天而已 台积电 第二件事情 这个台股还是会涨嘛 我还是看好11月行情就是台积电 那我怎么会看出台积电概念股 只是涨太多 我赚太多 我总要走吧 我总要走吧 是不是 那就跟大家 可是精彩 就我所知 第四季EPS也不会太差 可能比你比较之中好 可是 我不能这些东西不能讲出来 讲出来就尴尬了 讲出来 线人就会被人家发现了 极密的资料 我跟大家讲 我非常多线人的 超无你想象 埋伏在各行各业里面 为什么 比如Live是有些人多嘴啊 不要多嘴 不要人说多嘴 自愿当我献民 头长我告诉你这个 最近公司已经说不错 大家都在加班 我朋友都在这边加班 交叉比对 我还有很多研究员交叉比对 还有我的人脉 这跟大家讲 所以我跟你讲 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绩效是会比那些素人来好很多 尤其是很年轻的素人 因为我们累积了大量的人脉 我是跟大家讲 那因为这节目上的关系 大家有想要 也要怎么样 也希望透过我的关系 多多推荐他的股票 可是我还是跟大家讲 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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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到尾 我看的是股市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业绩 对 我还是不会去喜欢跟 就是独立配合 实际的成金 或者出货给大家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有些钱 慢慢赚就好了 好不好 一辈子赚不完的钱 我觉得慢慢赚就好了 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有些钱我里面不赚 我做我所 我该坚持的事情 那不要只是看我郭子宏的嘴巴说 请你用行为来看我 好 所以这时候我为什么讲 就是说 现在肉依昨天就跟我讲一句话 头上 每个人都喊一万三 每个人都喊一万四 因为股市就喊多根空 可是只有你 你会跟你讲 逻辑怎么去分析的 对 从不认谁单选 你就会喷出去 从台积电 只有你发现台积电的ADR 居然主动带动台积电 以前从来没有过 对 这些头上都是你这些发现的 我说 肉依就说 我们是从 逻辑推演告诉你未来的 对 不是我用感觉 不是直接告诉你 用猜的 这个其实不太一样 用猜的我可以猜三万点啊 对啊 我猜五万点啊 反正中文听我对嘛 我猜五百块啊 那个没有意义 其实所有台积电会涨五百块 或者什么东西 他其实就是说穿了一句话 零利率 那你本益比提高 可以变两倍变三倍 就这样子这么简单而已 无到一以贯之而已 然后现在变得语入均章 应该说变得很多人 都有我的知识 他写出来 我一看他的文章 有些素人的 你看看一些理财达人的哦 我一看他的文章就知道 他百分之百有看过我的节目 他百分之百 官举洋春变这种东西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的观念 其实影响到很多人 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我的观念也影响到一些 以前借头雇的一些思维 变成大家解大盘 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好不好 精彩我是很看好 第四季的EPS 就所知不差 算蛮好的 可是因为我赚很多了 而且过热了 我觉得不需要 我还是执着在6187的万论 好不好 万论有人说 因为我看好 不推荐 那没关系 反正我赚就好了 谢谢大家 好 都涨台积电概念股 今天台股 说穿的也是涨台积电 是 那我说昨天有记者 我看是ET Today 可是他蛮认识 他每天都有写文章 他误会我意思 他说 我说1万4我要减码 我大部分说 我说减码 另外我强调是说 台湾50这方面你可以减码 因为你已经赚很多 你赚7几%了 没错 那你减码一半 我们叫你出掉 而且二来是我现在很尴尬的点是 我现在是什么 天人交战 不是天人明察 天人交战 为什么天人交战 因为我觉得说 到底万事 我觉得我的满足点到了 可是如果零利率的情况之下 其实股市本来就是 再涨个30% 再涨个4% 它是很正常的 可是它可以到这么快 这么过热吗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是 我需要另外一个支撑点 日本股市 它一路展以后 它也是休息一下的 另外一个支撑点是什么 另外一个支撑点是 肺的主席一定要说这个话 持续的零利率 这才是重点 你懂我意思吗 持续的零利率才是重点 所以我说 那如果它一到一万四 我都目标价 我想要减码了 可是反正肺的主席 刚好要死不死 那个时候讲说 我还是要持续零利率好几年 那这时候呢 可能我也要再进场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与其这样子 你就不如今朝二九 今朝最 不要讲那么多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可是我今天的标题 比较爽动 上了一万四 各股操作方法要大不同 对 怎么不同 现在开始要追多 这简直是 追多 有些股票要大 很追多 金财以前是这样子 一追多是不是就受伤 对啊 我一追多就受伤啊 可是 然后反而义无法治 这时候发明啊 所以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就是之前白点下影线 就是最低点 很准 后来一次就没准了 对 现在一样啊 现在各股好不容易盘整 又喷出第一根 你要去追你不要怕 因为到了一万四 但是大户受不了了 现在跟 现在义无法则不太适用了 也找不到义无法则了 因为股票也几乎 不太会回答 15%的 你听懂吗 所以到了三亿万四 不要说三亿万四 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操作方法不一样了 好 其实应该从上礼拜开始 就可以 就可以这样子 可是没关系 我今天再跟你讲 更正确的 更精准的 从现在开始 你个股喷出第一根的时候 你可以勇敢去追 不要怕被当冲吃掉 你不用担心 你如果 你怕被那些当冲的吃豆腐 跟你有卖鸭 那你长那种低基起的 有没有看到 这低基起有没有 嗯 低基起然后喷出第一根的 像嘉莲一张低基起 然后这样子 你懂吗 利基也是一样 对 喷出以后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整理很久 喷出以后第一根 你再去追都不用怕 是不是 对 那你看喔 汉迅也是一样啊 整理很久了 有没有 整理很久了 你看这是低基起啊 这样看直接低基起 喷出第一根你不要怕 继续追 所以 从义务法则告诉你 现在义务法则要暂时性的退休 我发明了义务法则要暂时性的退休 好不好 好 等到要开始用的时候跟你讲 好不好 OK吗 好 你听得懂吗 所以逻辑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 我说 其实 软体不是不好 只是 我就没有攻击特别软体 因为我们 我们公司有好多人做软体 就是软体的问题 其实 很多问题 为什么到软体到最后不行 你要看使用者 发明者的一个习惯 他们一直更换 有没有在更换参数啊 这些条件 是是是 他其实这个时候跟那个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 就像我那时候参数只是回档15% 是 然后那时候更高要回档25% 今天才要回档30% 哦 参数要改变了 嗯 现在不是回档 现在是一突破你要去追 是 参数要改变 随时都不一样 所以可是谁要最快最立即的 告诉你这些参数 其实投资人物我啊 对 谁知道TSMC 台积电ADR 就很主动比台积电强 你要见为之助 就像那时候有没有 2点的时候小时候想说 只有我独家发现 我说你第一次看我节目 你会觉得胡扯 怎么会有天分的分析师 没关系 请你听我我也要来 你慢慢看我每天的节目 你就知道什么叫诚信 什么叫一切的一切预告前面 不是我嘴巴说 诚信绝对不是我郭总一个人说的 好不好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所以久了以后就知道 什么叫逻辑思考 很多人喜欢看我节目 看善赢了 离不开我了 因为他知道就只有我 独家的一个逻辑思维 没错 独家逻辑思维 噢 眼镜掉了 所以奇力心你看不出来吗 要喷了 嗯 我已经给你预告了 奇力心如果是喷出去的 哇塞 妈妈咪啊 一发不可收拾 哇很期待 好 整理 我觉得我的认为是 被动元件应该整个喷出去的 就是下礼拜了 下礼拜 被动元件 应该从现在开始 的 就是下礼拜五之前 你会发到被动元件很恐怖 好 多恐怖 好 你看不出来吗 我一定跟你讲举一板上咯 他真的喷出去的时候 不得了咯 你看不出来吗 是不是我辅了 第一个 像 那 来 所以你看我今天节目多棒 加联谊 第一期期嘛 对 喷出第一根肉 直接喷出去 你要去追 好 是不是我这样说的 精彩 整理很久了 喷出第一根要去追 是不是 他算高基期的 可是像 像这个 这些股票 例如利基或 汉迅 有没有 以前涨到一两百块 好不好 有没有 以前最高涨到多少钱 我看一下两千块 有没有 四百块过 有没有看到 我用周线看就知道 周线看有没有四百块 有没有看到 好那喷出去第一根的时候 你要一直追 嗯 那那么多 有没有 对 好那现在被动元件有没有点像 第一期期嘛 是不是 是 你看之前怎么样 最高一百四 噴出去咯 一直追咯 国具也是一样啊 二三二七 还有二四九二 有没有看到 第一期期有没有看到 不要说一千块啦 我一千块 我觉得很难回来去了 456 第一期期了 现在多少 三九九 噴出去 有没有可能 华星客也是一样哦 你看我头上我对你不错 所以邏輯是可以训练的 虽然有些天分 联想力是很难的 这是天分 可是这也可以训练的好不好 正面思考也是可以训练的 好不好 所以台积电概念股 我还是非常看好 那加登也是一样 我说 有人不看好 因为我的关系不看好 没关系我参考 其实我也不太懂 为什么我来这边以后 已经很沉浅了 来摩尔也很沉浅 而且 以前我还可以说 我大概有百分之 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 只要见算刻薄百分之十 我现在几乎没有见算刻薄 因为我不想要伤害到任何分析师 包含摩尔 大家都是我好朋友 没想到大家还是很多人针对我 我就正面思考 觉得代表我很红 对 你懂吗 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正面思考 为什么我在八五三点的时候正面思考 因为我看到的疫情越严重 疫苗越快出来 对 为什么你看像柯文哲说 因为 台湾没有实验组织的对照组 因为没有人得病 你怎么有疫苗 你的疫苗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美国为什么可以那么快疫苗 第一个 美国科学比较进步 第二个 这么多快速变得 我要说我反正得病也会死 那我还不打疫苗 不一定会死 我当然因为当实验组 你懂我的意思 可是那个就是因为最坏 所以有最好的疫苗出现 所以最坏是最好的 你每次看到最好 你只看到最坏 可是我看到是坏的时候 他要好 他涨好 他涨好快的时候 代表是另外一个机会 很多股票会喷非常快 一万四可能是到高点了 可是很多个股 他会突破一万四的高点 他会突破历史高点 没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 可是只有我跟你讲 最坏就最好 看你怎么思考 我郭总赢家的地方 我赢别人的地方 就是我持续的 我无比的乐观 而不是嘴巴讲的 你去想看你要什么意思 今天台股又怎样 台子期又突破历史新高 也希望同志们 赶快来加入我们行列 因为我已经准备了第二档 精彩第二了 欢迎来电架群 080-066-8085 以充足各位能够赚大钱 记得在YouTube搜寻 郭哲荣分析师 订阅我们的影片 想要了解更多 个股操作的资讯吗 播到我们的专线 0800-066-8085 了解更多 荣耀花尔街 我们明天见 掰掰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4 7 3 3 4 6